大家好,这一讲我们来学习套利,我们将分两个部分进行。 第一部分,我们重点回顾传统理论中套利的含义与特征。 第二部分,我们重点审视与反思,真实市场中套利的有限性,即套利的风险与成本。 说到套利,你应该不会陌生。 我们学过的金融理论中,所有金融产品的定价, 无论是股票、债券等传统产品,还是期货、期权等衍生产品, 都是在市场中没有套利机会的假设下给出的均衡价格。 一旦偏离了均衡价格,就会出现,无需净投资却可以获得正收益的套利机会。 而一旦有这样的机会出现,所有的投资者都会加以利用来获取收益, 产品的价格又会重新回归到均衡价格。 从本质上来看,套利有两个核心特征。 一是存在资融资策略,投寸完全可以由贷款来融资, 二是存在无风险收益,不承担风险。 那么,真实市场中的套利是否满足这两个核心特征呢? 下面,我们通过两个具体的案例来反思这一问题。 请你站在套利者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构造套利策略来锁定收益。 第一个案例是经典式教科书的案例。 假设某一天,美元、欧元与日元之间的汇率如下, 且美元的贷款成本为1%。 那么,作为套利者的你是否能探测到套利机会, 并构造套利策略进行套利呢? 首先,根据市场信息, 我们有两种方式把美元兑换成日元。 一是进行美元和日元的直接兑换, 二是我们先把美元兑换成欧元, 再将欧元兑换成日元的间接兑换。 假设没有套利机会, 那么这两种兑换方式的成本应该是一样的。 经过简单计算, 我们可以得到美元兑日元的均衡价格应该等于101.8358, 而现在的市场报价为100, 出现错误定价, 那么可能有套利机会。 你作为套利者, 可以思考如下的闪电套利策略, 借入一美元, 将其兑换成0.6455欧元, 将0.6455欧元兑换成102.8542日元, 再将其兑换成1.028542美元, 归还1.01美元的本息, 还能锁定0.018542美元的确定性收益。 整个策略构造自融资, 且无风险, 堪称完美, 那么现实世界中的套利都是如此吗?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案例是基于真实市场中可能出现的情况, 而假设的情境。 假设上帝告诉你, 当前福特公司股票的基本价值为每股20美元。 该假设的目的是为你提供一个 不设计公司基本价值争论的更加纯粹的环境。 而市场中不知情的非理性交易者, 他们对福特公司的未来过分悲观, 抛售股票使价格降到15美元。 请你想一想, 福特公司的股票被低估了, 这是一个吸引你的套利机会吗? 你将如何构造套利策略来锁定收益呢? 最直接的想法是融资买入被低估的福特公司的股票, 待股价回复到基本价值时出售, 归还借贷成本后如果能锁定收益, 这便是一个吸引人的套利策略。 那么请你想一想, 这样的套利策略是否是自融资和无风险的呢? 从风险的角度来看, 在等待股价回复到基本价值的过程中, 我们考虑两类情境。 第一类情境, 我们又分三种情形来考虑。 设想一下第一种情形, 如果一条新的关于整体市场层面的负面新闻出现, 所有公司的股票, 包括福特公司的股票都下跌了, 股价无法回复到基本价值了怎么办? 你可能会说, 没关系, 我调整一下套利策略, 在自融资时, 卖空权重股或股指期货, 这样既融得了资金, 又成功规避了第一种情形下遇到的系统风险。 那么我们来设想第二种情形。 如果一条新的关于整个汽车行业的负面新闻出现, 汽车行业的股票, 包括福特公司的股票都下跌了, 股价无法回复到基本价值了怎么办? 你可能会说, 没关系, 我再调整一下套利策略。 在自融资时, 卖空与福特公司关联度更高的汽车行业的股票, 比如通用汽车的股票, 这样既融得了资金, 又成功规避了第二种情形下遇到的行业风险。 最后我们再来设想一下第三种情形。 如果一条新的关于福特公司基本价值的负面消息出现, 福特公司的股票如悲观投资者的预期那样下跌了, 股价无法回复到了基本价值怎么办? 这一内情形所刻画的风险, 我们称之为基本面风险。 它指的是, 当新的信息出现时, 价值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该内风险产生的原因, 是由于我们的替代证券很少是完美的。 进一步来看, 假设我们找到了福特公司的完美替代性证券, 规避了第一内情境中所描述的基本面风险, 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的风险暴露? 设想第二内情境, 市场中有更多的非理性的悲观投资者卖出福特公司的股票, 使得价格在一定时期内进一步的偏离价值怎么办? 你可能会说, 没事, 我等, 我耐心地等到股价回复到基本价值的那一天, 可是, 你可能说了不算。 比如你是基金经理, 套利资本来自于其他的投资者, 这些投资者看到他们的资金, 一直在亏损, 可能会认为是你的判断出了问题或是你的能力不足, 由此过早地撤资。 或者, 你以福特公司的股票为抵押, 筹集资金进行套利, 在短期亏损后, 贷款人会因为抵押凭减值而要求收回贷款, 导致你过早的清仓。 又或者, 你在之前构造套利策略时, 用来规避基本面风险的完美替代型证券的出借方, 要求你归还证券, 而你在市场当中又没有其他的证券可借, 那么, 你将再次过早地被迫平仓。 由此看来, 当定价错误继续增大, 你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利用这个好机会时, 往往会受到资本的严重约束。 这就是Sleifer和Visney提到的大脑和资本的分离。 由于你不能完全掌控套利资金, 定价错误在短期内进一步地扩大会带给你风险, 我们称之为造成交易者风险。 那么除了风险层面, 我们在真实市场中进行套利会遇到什么成本? 在第二个例子中, 我们为了营造一个不涉及公司基本价值争论的纯粹的环境, 直接告诉你福特公司的基本价值是20美元, 由此你观察到了15美元的错误定价, 而在现实中, 你自己去学习和寻找市场可能的错误定价的成本是不能忽视的。 另外, 当错误定价被发现后, 套利的过程当中所需要的资源成本也需要考虑, 比如交易佣金, 买卖价差, 保证金的占用及其追缴, 实际买卖操作过程中对价格的冲击, 卖空上的限制以及贷款成本等等。 通过本小节的学习, 我们看到真实市场当中的套利往往离不开风险和成本, 你是否对套利的有限性有了更深的体会呢? 请你试着去搜集真实市场中错误定价的例子, 这样的例子好找吗? 对于你找到的例子, 请思考, 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套利者没有将价格拉回到基本价值呢?